中海园 甘州市景凤山小学教师 因为支持所谓的反革命分子李九连而被关押 关押期间因拒不认罪 而且在监狱的墙上写下打倒华国锋 也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 1978年的4月30号 中海园被五花大榜批斗游街 之后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执行的军人故意朝他的右背 而不是左边心脏处开枪 使他不会立刻死亡 早已等候在旁的医务人员一拥而上 把他抬进附近的一辆翻部军车 在临时搭起的手术台上 活着抛去了他的肾脏 这个肾脏很快被植入了在南昌92野战医院里 等待肾移植的一位高干子弟的身体 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 经济飞速增长 与此同时是高额利润刺激下日语惊人的器官移植数量 特别是在1999年以来 中国的器官移植更是呈现爆炸式的增长 2006年 中共官方公布的年度器官移植数已达到近2万例 列居世界第二位 而且享受器官移植的人群也从中共高官特权阶层 扩展到所有能付得起高价的有钱人 在2007年之前 只要能负担数十万元人民币的费用 中国的许多大医院可以提供全世界最短的器官等待时间 从2000年以来的六七年间 一些医院公开声称的器官移植等待时间是一周到四周 甚至是几天 许多大医院的移植手术多台同时进行昼夜不停 在惊人的速度和数量后面 却隐藏着一个问题 在中国 这些用于移植的大量的人体器官到底来自何方 在21世纪的今天 像中海源一样被活摘器官的惨剧是否还在上演 美国是器官移植第一大国 拥有全国性的器官捐献者数据库和等待者数据库 以及一个高效的全国性器官移植和共享网络 约八千万人的志愿人群同意死后捐献器官 与此同时亲属间捐献器官的数量也很大 即使这样 在美国做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也是相当长的 心脏仅八个月 肝脏两年零两个月 肾脏三年零一个月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用于移植的器官必须来源于健康的人体 而且在移植中 器官的缺血时间必须非常短 肾脏要求少于12至24小时 肝是12小时 而心脏是4至6个小时 所以如果不是亲属间的活体捐献 用于移植的器官只能来自于刚刚死亡的健康的志愿者 不仅如此 病人只能接受血型和组织型与自己相匹配的器官 在非亲属的人群中 这种匹配的机会只有6.5% 显而易见 等到一个合适的健康器官的概率是相当小的 在中国 由于文化上的原因 以及缺乏相关的法律保障 中国人志愿捐献器官的人数少得可怜 到2007年9月为止 中国只有61例脑死亡者捐献器官 而亲属移植只占器官移植总数的1.1% 合法合理的器官资源如此匮乏 可是中国的大医院却似乎根本不用担心器官来源的问题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曾在他的网页上声称 得到匹配肝脏的平均等待时间是两周 第二军医大学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科的肝移植申请表 曾经明确地写着 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 成立于2003年 关闭于2007年9月的中国国际移植网络支援中心的网站 设立于辽宁省沈阳市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移植研究所内 是一家面向外国人的器官中介机构 通过这家机构 寻找匹配的肾脏捐献人 可能只需要一周最长不过一个月 不仅如此 如果捐献人的器官有什么问题 那么在一周内患者可以得到另一器官并重做手术 中国的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4月7号报道 我国约98%的器官来源都控制在非卫生部系统 那么这个非卫生部系统是什么意思呢 中国国际移植网络支援中心在被关闭前 透露了更为惊人的信息 在网页的常见问答中 赫然有这样一组问答 问 即使移植手术成功 术后存活期也不过二至三年吗 答 的确我们会经常听到这类提问 但这是指在日本开展的 由脑死亡者提供的尸体肾移植 在中国开展的是活体肾移植 与各位在日本的医院及透析中心听说的 尸体肾脏移植完全不同 问 接受肾脏移植是否会感染上其他的疾病 比如艾滋病肝炎等 答 这种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 肾脏移植最重要的是组织配型问题 进行活体肾移植前 首先要检测供体肾脏的功能 及供体者的白细胞 以确保移植用肾脏的安全性 被此可以说 比起日本的尸体肾脏移植 这里更为安全可靠 这一组问答透露的信息是明确的 器官不是来源于尸体或者脑死亡者 而是来源于活着的人 而这家中心并不是中国唯一提供这种活体器官的单位 您好 上海的温大学 副主席人民币电脑化物台 请直播分析号 人工服务请玻璃 您好 您是肝移植中心 它的号码是多少 转接中 请稍后 喂 您好 喂 您好 我现在有一个酒妹啊 秉性肝也18年了 是慢性 活动性 秉性肝也在 但是现在 我给你讲 你这个干衣植是可以的 那我就问啊 等药等多久 工体有 今天有 我们今天有做 不是 你现在不是说是有心血的 有活的人的 你这个 都是活的 都是活的 要保证这种大批量和快速的人体器官的供应 先决条件是一个由活人组成的器官供体库 而且 这个人群必须是被严密控制的 因为对他们要求可以随时抽血 检查身体 然后 根据移植病人到来的时间 摘取他们的器官 以保持器官的新鲜和活性 那么 这个器官供体活人库 到底是由一群什么样的人组成的呢 国际社会广泛认为 中共摘取死刑犯器官用于移植 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不过 从数量上看 单单死刑犯这一种供体来源 无法解释中国器官移植 在近十年来暴涨的现象 虽然 中国死刑犯的数量是中国的国家机密 但是 根据中国新闻网2007年9月6号 在中国死刑数量明显下降一文中的报道 十几年来 人民法院一直坚持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 死刑数量持续保持下降的趋势 而与此同时 根据中共官方媒体的报道 2000年之后的六年间 中国器官移植的总量 是2000年之前六年总量的三倍多 如果中国98%的移植器官都来源于死刑犯 那么如何解释 这十年来在死刑数量持续下降的情况下 器官移植数量却急剧上升的现实呢 是因为移植技术进步的原因吗 让我们来看一看肾移植的情况 在中国 肾移植的技术早在90年代初期就已经成熟了 在此之后的1998年 中国肾移植的数量是3596例 2004年则超过1万例 三倍于1998年的数量 从1998年到2004年 成熟的肾移植技术已经没有多少提高的余地 很明显 技术进步不是中国肾移植数量暴增的原因 况且死刑犯的判定需要经过审判 上诉等诸多法律环节 不能来一个器官移植的病人就可以判一个死刑 然后拉出去就杀了取器官 那么是什么样的人群可以如此方便迅速地被摘取器官 被夺取生命呢 除了死刑犯之外 这个被迫游离于生死之间的巨大人群 到底是些什么人呢 面对国际社会对于中共摘取死刑犯器官的指控 几十年来中共一直失口否认 可是在2005年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在马尼拉世界卫生组织分部召开的会议上 首次公开声称目前中国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 但是2006年4月10号中共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又否认摘取死刑犯器官之说 2006年11月黄杰夫在广州的一个会议上再次表示 中国90%以上的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 此后的2007年1月11号 毛群安在接受英国BBC专访中 一改自己以前的说法 也称中国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 显然对于是否公开承认死刑犯器官来源 在中共内部有一个从不一致到一致的过程 是什么迫使中共统一口径 高调承认自己几十年都不愿承认的丑闻 是良心发现 还是为了掩盖一个更大的罪恶 2000年12月22号 海外的法轮功名汇网突然登出一条来自于中国的消息 消息说 一些邪恶警察正在与贪财黑医院密谋 出售大法弟子的人体器官 据悉 仅石家庄某中医院已分得六个指标 因为这条消息没有提供更进一步的细节 而且透露出的信息残酷的令人难以相信 所以当时并没有引起许多人的关注 五年后 2006年3月8号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前中共驻日媒体记者 向美国大纪元时报披露 在中国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大量法轮功学员被秘密关押在此 他们最后会被杀死 内脏被摘取 用于移植 您固定大概有多少华能工学员被关押在里面 我不能很确切地说这么一个数字 因为经常是有变动 但是在当时吧 所得到的数据呢 应该是有六千人 但是 当时是在那个 两年前左右吧 也就是两千年四年 左右的那个时间 可能是在里面 可能是在被强迫转化 被打 被关押 在生命垂危的时候 然后器官被取出来 被移植 被卖 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我认为是这个情况 但是他们一定是在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下 是被迫的 就是说 或者说是在毫无知己的情况下 那个上了手术台 起出了他们的脏气 我认为是这种情况 这些人还有出来的可能性吗 我只能在心里 祈祷的他们能够出来 他们能平安地回到他们家里的身边 九天之后 一名曾在沈阳市苏家屯区的 辽宁省血栓中西结合医院工作的女子 向大纪元提供了 关于这个神秘关押地点的更多细节 她说 这个秘密关押地实际上 就设于她所工作的医院内 具体地址是 沈阳市苏家屯 雪松路49号 在这家医院 发生了大量活体摘取 法轮功学员肾脏 肝脏和眼角膜等器官的害人罪恶 我的前夫曾经参与过 摘出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手术 他是一名脑外科医生 参与 摘出法轮功学员 颜角膜手术 包括部分在法轮功学员 活体上摘出颜角膜 我的家人告诉我说 他说 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痛苦 因为这些法轮功学员是活的 若从死人身体上摘出器官 这还好说 可这群人都真的还是活的 这些事情都是秘密进行的 我们医院参与的医生 很多是从其他医院调过来的 实习医生 这些人的器官被摘出以后 有的人就直接被丢进 分子路中火花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在苏家屯事件的第二位证人 出来作证之后 人们在震惊 焦虑和各种猜测中 又度过了十多天 奇怪的是 对国际舆论一向敏感的中共 这一次对如此惊人的指控 居然保持三个星期的沉默 直到3月28号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 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就苏家屯事件进行否认 称之为蓄意捏造 恶意诋毁 他还邀请国际媒体 亲自到苏家屯调查 也许是对外交部 这个声明的一个回应 两天之后 一名署名沈阳军区老军医的 国内人士给大纪元网站投书 再次证明 苏家屯集中营的存在 并且说 在全国各地类似的集中营 有几十处 一个月后 老军医再次投书大纪元 公布更多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细节 他说 法轮功及其他关押人员 在关押期间 使用是真实的名称 但是在进行器官移植时 使用的是伪造的假名字 也就是一个虚构的人出现 但是这个人的资料是完整的 而且是在器官移植的 自愿书上签字的 当然是代签的 我接触的资料中 仅这种伪造的代签资料 有六万多份 都是什么本人自愿 进行某种器官移植 并承担一切后果 甚至还有一只心脏 许多的签字 都是一个人的笔迹 这类资料的保存期限 是十八个月 然后必须销毁 这位老军医还说 很多人都将器官移植的数据 集中在官方公开的部分上 实际上 在中国进行的地下 非公开的器官移植数量 要比公开的多几倍 器官移植的管理系统是军队 所以需要将一定的注意力 关注到许多的军事设施上 那才是真正的集中营 接二连三的爆炸性消息 也许让很多人觉得残酷的难以接受 不过 从中共历史上的所作所为来看 这样的事情并非不可能 中共建政以来 从1960年第一例肾移植开始 利用犯人的活体器官 进行移植手术 来满足党政军界高级人员健康需要 便已经成为惯例 你像江西的中海员 当时被摘除一个器官 是为了给一个飞行员移植肾脏 那么他的肾脏就是被活体摘除的 那么中海员是作为一个政治犯 被活体摘除器官的 也就是说 在中共的这个系统之中 当一个人被打成政治犯了 当一个人成为 这个中共的敌人 或者是被划定为是一个国家的敌人的时候 那么怎么对他都不过分 那么法轮功学员呢 在受迫害的时候 很多方面都符合了这个条件 一个中共拼命的妖魔化 把他当作是一个 最大的敌人来对待 所以呢在社会上 大家都知道中共已经把法轮功作为敌人了 1984年10月9号 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民政部 卫生部 联合下发了 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 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 明文规定了 三种死刑犯的器官 可被摘取用于移植 这个规定 为摘取死刑犯器官提供了法律保障 而更可怕的是 他突破了警察和医生等当事人的道德防线 当一些人的身体被法律定义为一个产业的原材料时 人对人身体的敬畏和尊重就已经被冲击的荡然无存了 当时上访的时候 有很多法轮功学员为了不连累其他人 把自己的身份证毁掉了 被抓以后呢 也不报姓名 也不报他们从什么地方来 所以这样的人呢 对于中共 对于那些要活体 取活体器官 这样的人来说的话 那么这批法轮功学员就是一个最合适的对象 因为他们的失踪没有人会发现 没有人会报案 毋庸置疑 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力产业 解放军第309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网页上声称 移植中心是我不重点效益科室 2004年一至6月份为1357万元 今年有望突破3000万元 2007年7月18号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报道称 位于天津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获得巨额营收 井甘移植一项 一年即可为中心带来至少 一亿元的收入 2006年的9月 投资1.3亿 拥有500张病床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 新大楼启用 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的暴增 是从1999年 中共镇压法轮功后才开始的 苏家屯事件 以及沈阳老军医所爆出的内幕 使人们第一次意识到 无辜的法轮功学员的身体 可能已经成为了这个产业链的原材料 苏家屯事件曝光后 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及驻华大使馆人员 在中共官员的陪同和引导下 先后两次访问苏家屯的血栓中西结合医院 随后发表声明 声称没有发现和医院功能不符的设施 而与此同时 回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对国际媒体的邀请 法轮功学员及第三方的律师学者及媒体记者组成调查真相委员会 向中共驻海外使领馆申请签证 要求前往中国独立调查苏家屯事件 结果一律遭到拒签 一方面是详细的内幕曝光 一方面是中共长期沉默之后的失口否认和拒绝独立的第三方调查 整个事情似乎陷入了一个僵局 面对如此可怕而又详实的指控 如果世界漠然不理将是整个人类的耻辱 虽然中共对独立调查设立重重障障碍 但是一些富有正义感的人并没有知难而退 人们把视野从苏家屯扩大到整个中国 他们决心要搞清楚 在中国是否真的有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 2006年5月8号 加拿大前国会议员 助理国务卿大卫乔高 与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迈塔斯 应付中国调查真相委员会之托 成立独立调查团 调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 6月2号 两位调查员向中共大使馆递交信函 询问如何可以进入中国 在不受中共政府的监视的条件下 进行真正有实质意义的独立调查 6月23号 中共驻加拿大大使馆拒绝了大卫乔高 和大卫迈塔斯的签证请求 不过有一个人成功进入了中国 他是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迈克米兰史考特先生 2006年5月20号至24号 在为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准备人权民主报告期间 他来到了北京会见各方官员及人士 其中包括两位北京的法轮功学员 牛进平和曹东 曹东向他讲述了他在监狱中的所见 曹东三十多岁 曾经在中国北方的一个监狱被关押 他非常紧张 非常紧张地讲述了他在监狱中的所见 他的紧张我完全能理解 我问他是否知道从犯人身上摘取器官这样的行为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所经营的一个利润丰厚的买卖 他说他只能告诉我 他有一个朋友也是法轮功学员 也被关在这个中国西北部的监狱里 有一天他的朋友失踪了 下一次他看到他的朋友的时候是在监狱医院里 他看到了他朋友的尸体 尸体上有洞 他的器官很明显被摘除了 这些曾被关押的人们和我会面后就被逮捕了 后来曹东因为和我见面而被定罪 只是因为和我欧洲议会的副主席见面 他就被判刑五年 现在仍被关在监狱中 但是调查仍在继续 更多的人在加入调查 在他们中 有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人权与医学项目副主任科克阿里森博士 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研究员伊森 加德曼和他的助手 丽夏莱米等等 他们各自组成独立调查组 在全世界寻找证人 他们访问曾被中共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寻找曾在中国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 器官中介伤 还有相关的医生 首先人们想知道的就是 那些曾被中共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他们曾看到了什么 听到了什么 自己经历了什么 无一例外的 他们谈到了酷刑 洗脑 威胁 还有就是反复的 格外仔细的身体检查和抽血 目前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甘纳 是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发表的调查报告中 34位法轮功学员证人之一 甘纳来自北京 曾经是首都机场海关官员 在2001年第三次被关押在北京新安女子劳教所时 被进行验血 X光照相 心电图及眼部检查等等 那当时我就感觉很奇怪啊 劳教所的那些警察根本就不把我们当人看 那么给我们去做这种全面的体检 我就感觉很奇怪 曾任职于对外经贸部的张义杰 被前后关押七次 最后一次是在2001年的6月 她被投入北京市女子劳教所 原来我们部里边每半年都要给干部查体一次 那么就像这种常规的钢工化验 一般的都是那种通常的那种小玻璃管 也就是 也就是那量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觉得就是在劳教所时候抽血的时候 我觉得量比平时要多 有大得多 而且我们都说怎么抽这么多 周玉韵是来自广州的法轮功学员 她曾于2000年1月被投入广州查头女子劳教所 非法关押一年零十个月 后又被抓捕 辗转于广州的五个洗脑班被反复折磨 转到最后一个洗脑班 又没有别的肯收的时候 就转到就是 又我本身熟天河区的嘛 就天河区那个洗脑班把我拿回去了 就是那个医生就带我 专门带我到医院去检查 检查很详细 检查得很详细 还有那个脑电图什么 当然抽血那是必然的啦 当时令我觉得很奇怪的 就是做那个心脏 那心脏的检查 他们做得非常非常的仔细 结果后来又带我去检查 然后检查 检查完了以后 他觉得又要带我再去做那个心脏踩操 所以那时候我就说 我心脏也没问题 他们老是 为什么老是在我这些心脏上面做文章 他们会做胸部和腹部的X光检查 他们会做肝脏和肾脏的超声波检查 他们会取很多血样 有时他们会把血液抽出来 放到八个不同的试管中 这说明他们在做组织配型 也就是检查看有没有病 有没有那种使器官失去利用价值的疾病 同时也在看被抽血者和器官受体的血型和组织 是不是匹配 他们还做很多尿液检查 看肾功能是不是健康 一方面是毫无人性的酷刑折磨 另一方面是奇怪的体检和抽血 看似自相矛盾的行为 让很多不知情的法轮功学员迷惑 而更奇怪的是 进行体检的医生并不救治真正受伤的人 而只对健康的人感兴趣 我在劳教所的时候就生生地被他们毒打迫害 就是致死两个膝盖和腰 就是受了重伤 那么在劳教所的时候 我的膝盖有几次就是那个伤痛复发 肿的就像小孩头一样 那么那个就是在班长和那个包夹 几次的跟那个干警要求下 他们都不带我上医院的 例如我们听说在马三家 当妇女被带到马三家劳教所时 他们会被带到劳教所医院进行健康检查 如果某人因为酷刑而无法站立 被用担架抬进来 也就是他们在拘留所或者是马三家 已经被殴打过 那么医生看见他们就会挥挥手 让他们被带走 如果他们明显被酷刑折磨受伤 或因此得了病 医生对他们根本就不感兴趣 他们想要年轻健康的人 越是健康的人 身体检查得越全面细致 2008年7月 大卫·麦塔斯在美国找到了一个 曾被关押在江苏省某监狱的人 他不是法轮功学员 为避免中共迫害化名兰妮 从2005年3月至2007年初 两年多的关押期间里 兰妮曾被换了17个监号 在里面关押的时间长的犯人告诉他 在2002年到2003年期间 每个号里面都至少发生过 二至三起活在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 因为在看这个时候里面 每年都要进行至少两次的体检 关了很多年老犯人 就偷偷地告诉我 就是要摘这些人的器官 你看这些身强力章的小伙子 就是要摘他们的器官 就是那些死刑犯 还有法轮功的学员 如果检查这些人的身体的时候 特别的仔细 而检查别人的身体就是一战而过了 蓝尼曾亲眼目睹被器官活摘者 被带走之前被注射药物的景象 有一次他看见一个人 被人用注射器 静脉注射了一种麻醉药物 是在脖子上 在脖子上 是的 亲眼看见了 他能被他绑起来吗 他把他绑起来 抢在墙上 眼睛闭着 因为他把他马背去 打这么一个大针筒 很大的针筒 有一个我们那个手 我感觉估计 我们三个手指头 等在一起 大针筷 像里面有半管水 中管的水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 看着它是有半管针筷 等到我们提准回来 这个不中管水没了吗 他这个门就倒在 一个医院用的白石相识车 总是停在外面 因为这个车子它开进来 车子开进大样子里面 你都去骑什么 就看得到 这个白的车子 很大了 比如说他的车子 白车子 这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2006年11月 兰尼被转到 同一监狱的另一监市 这里还关押着 一个姓陈的法轮功学员 我进去他就快要走了呀 跟我待没多久了 跟别人待在这个时间上 他不是规矩打 打得很重了 打腿也打断了 他做不起来 不要再打 打坏了 他看得很 呼吸很困难的 打到最后 就把他扑出去了 就没有了 老头说 对这个法轮功学员 和对待死刑犯 基本是采用一样的程序 一个人来对其进行验血 将注射器插到其脖子里 穿白大褂的人 来将其带走 一个医院的排斥相式车 在外面等候 他们的梦人 肯定就是被 对着火灾器官的 我在法轮功学员 在那个监狱里 讲得了很多的呀 就是和法轮功打着 就活在了 就是很多人的 因为活在机关 跟那个枪壁人 在监狱里都知道 是清清楚楚的 没什么隐瞒的事情 好像在外面 你们都不知道 就是 证人 兰尼表示 警察这样 毒打法轮功学员的目的 有时就是为了 获得其器官 如果某个学员的血型 和组织型 和一个需要移植器官的病人 相配 这个学员 往往会成为 被毒打的对象 他是看 就是说 他看准了 是这个人 是那个病人 所需要的人 他就打这个人 对他严格 他就对他特别严格 中间打 通知那个 迫使你让跟警察 把他闹翻了 所以从小闹翻 他就打你 打你了 然后你 打了你 你不过去 你再闹再闹再打了 打了几次的话 你打算 把你打到 那个任何打算的 很打算的 伊森·加德曼 和他的助手 丽夏莱米 访问到的 一个证人的证词 也印证了 兰尼的描述 例如我们在曼谷 采访了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 于心慧 他在南方的 广东四汇监狱 被关押了六年 他说 在犯人中 这已经是常识了 常常有人会被带走 每当有人 需要弃官的时候 这个人 可能是某个官员 或者是某个有钱人 每当这时 监狱里 就会有人被带走 这时 别的犯人 或者是狱警 会威胁他说 如果你不老实 我们就杀了你 然后卖你的器官 其实 我们在监狱都知道 只要你死 或者说你还没死 或怎么样 其实你 都要 把你的器官搞定 在无警 虎视眈眈的监视之下 于心慧 在监狱里 曾经过三次身体检查 最后一次 是在2005年的三月 监狱里的人都知道 确确实实存在着一份名单 每年都会有一次 名单上的人会被带走 再也不会回来 每年都有一次 一个大汽车会开来 他会在监狱的各处兜一圈 然后停在监设的楼外 警察会手里拿着一个名单 来到楼里 他们会进到不同的监设 按照名单 叫某个人的名字 并核实身份 好 你是这个人 好 拿上你的鞋和外套 跟我们走 他们甚至不许带任何 其他个人物品 到下一个房间 找到要的人 整个过程非常可怕 因为谁都不知道 谁会被带走 为什么被带走 带到哪里去 他们只是把这些人搜集起来 放进大车里 有时有两辆三辆 或者四辆大汽车 在深更半夜里装满人 然后拉走 从此这些人 就再也没有阴心了 于心慧曾在Google的 网上卫星地图上 向调查员指出 深夜带走法轮功学员 和犯人的汽车 在监狱里的停靠地点 在两位调查员访问的证人中 有15人曾像于心慧一样 被迫接受可疑的身体检查和抽血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是个法轮功学员 你进了监狱 你基本上就出于 被活摘器官的流水线上了 我的理解是这样 为了取得更直接的证据 海外的调查员 以需要换器官的海外病人 或其家属的身份 打电话直接询问中国的 移植医生有关供体的来源 有人问你没有进入到中国 你怎么知道的 事实上 我们通过一些非常聪明的 会说国语的加拿大人和美国人 进入到了中国 他们所做的是给医院打电话 假装要求得到法轮功的器官 诶 是宋主任吗 您说吧 他那个医生跟他讲 就是说这个肾源挺好 就是说练法轮功身体都比较好 我们会有 我们可能大概有 今年到目前为止 可能这样的有十几个 这样的身长 喂 请问是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那你们这边的话 有没有可能 就是法轮功这样的身员 有没有可能有几个 法轮功该有应用嘛 是不是 你管他法轮功啊 是不是 你好 你是中山医院 对 对 对 该到医治中心吗 对 我需要咨询一下 那你待会 我在医生里 好 喂 喂 你好 你是医生吗 对 你是哪里 您贵姓啊 我怎么称呼你啊 我先选你 你先选啊 这个医治手术啊 那可以做的 那要等多久啊 来到一个礼拜 九月就可以做的 那但是这个 持共的这个 就是有介绍 有新铁 那当然是好的了 选你提防的 都是清道年 其中的这个 法轮功的 这种持共的 这个我们都是这种 你能确认 这些电话号码的 可靠性吗 是的 是的 我有这些电话号码的 记录和日期 相信我 我曾经是一名检察官 我知道会有怀疑 所以我尽了最大的努力 确保每件事都做得准确无误 我听过这些录音 当然他们是讲中文 我们请到有执照的翻译 它证实我们手中的资料 是电话录音的准确翻译文稿 如实反映了对话的内容 另外 总部设与美国的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用类似的方法 证实了同样的结论 其中一例 是2007年6月至7月间 该组织的一个调查员 电话联系到了 解放军307医院 渗源中介经纪人 前后交往时间达数周 累计谈话时间达几十分钟 你就给我打听一下 以前我跟你说过吧 我们那边跟你说实话 是做过两例 搞过的两例 两个法轮功学员的 对 搞过的两例 监狱里面 就说像法轮功搞过 我也跟那个什么 以前那个大姐说过 是搞过 搞过就是现在呢 就是说有点 比以前来说 有点难度比较大一点 你原来搞是在哪个地方搞的 是在那个西城 西城 那你现在还有一个呢 你这个东西呢 你怎么确定 他是法轮功学员 这一点你了解过吗 那怎么确定 法轮功学员 到时候 到时候我们那边 头上面 有人跟你出现资料 知道吗 怪他会出资料 对你 那好 在获得这份证词的同时 出人意料的是 以色列警方 侦破的一个案子 给活摘法轮功学员 器官的指控 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明 2007年7月31号 以色列警方逮捕了四名男子 他们涉嫌作为前往亚洲进行人体器官移植的中介人 从患者身上赚取了数百万元而没有申报 被逮捕的一犯是麦迪特公司总裁亚伦 优杜丁和他的同伙 以色列最大的报纸最新消息报报道说 2006年的11月17号 优杜丁在不知道被录音的情况下 向未透露真实身份的该报周末杂志记者表示 他们公司帮助提供的器官来自于中国的政治犯 死刑犯和法轮功学员 这篇报道发表后 以色列当局开始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 并证实了报道的内容 针对国际社会的调查 中共的反应一如既往 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报告 总体上是不科幻 不公正 不公平 一方面是没有实质内容的坚决否认 一方面是悄悄的对调查设置各种障碍 2006年8月 在澳洲的墨尔本 国会议员维克多·帕顿 邀请大卫乔高在一个论坛上发表演讲 结果中共领事馆向所有的国会议员发信 要求他们不要参加这个论坛 2006年9月 在芬兰的赫尔辛基 芬兰议会的人权委员会 接到中共使馆的电话 要求他们不要和大卫·麦塔斯见面会谈 2007年5月 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贝林森医院 举办一个关于器官移植的讨论会 邀请麦塔斯先生演讲 结果中共使馆向以色列外交部和卫生部施压 要求医院取消这一活动 或者是取消对麦塔斯的邀请 中国的那些器官移植中心的网页内容 也悄悄的在发生变化 不少关于器官移植的数量和等待供体时间的记录被删除或者修改了 有的网页消失了 不过 在对互联网的各网页历史内容存档的互联档案网上 还能查到一些中国移植网站删改前的记录 精致化的反面宣传同样被用来针对调查 2006年底和2007年初 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发表的两版独立调查报告 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作为回应 2007年6月 具有中共背景的香港凤凰卫视制作并播出了一个 名为对大卫调查报告的调查的电视片 片中 以采访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独立调查报告中的一些被调查的官员和医生的手法来反驳报告的结论 这个电视片的DVD同时由中共驻外机构向海外派发 不过 有意思的是 这个电视片破绽百出 恰好反过来证明了独立调查报告的真实性 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报告引用的数据之一 是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副主任委员石秉毅 在中国官方的健康报2006年3月2号 器官移植要设高门槛一门中提到的数据 石秉毅在这篇采访报告中说 全国至今已经实施各种器官移植9万余例 仅去年就进行了近万例的肾移植 近4000例肝移植 然而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中 石秉毅失口否认自己曾经说过这样的数据 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为什么 因为我头脑里就没有这样的数据 我没有过非常详细的调查 哪一个时间段是多少例 我没有这样的数据 所以我也不可能说 大卫报告中引用的石秉毅的话的原文 在互联网上还有据可查 而且被其他中国国内媒体转载 而来自中国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 其他专家给出的相似的器官移植统计数据 也在中国政府的媒体网站上比一比揭示 这些数据与健康报2006年报道中 引用的9万余例的数字互相呼应 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报告中的另一类证据 是对中国大量医生的电话调查记录 在被调查的医生当中 很多承认自己使用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作为器官移植的供体 广西民族医院的卢国平医生 就是被调查的医生之一 凤狂卫视节目采访了这个卢国平医生 卢医生在采访中 承认接到了调查员的电话 承认被问到了录音中的问题 但是否认自己做过那样的回答 他问我那边是不是用的是法轮功的那些器官 但是我告诉他 我说我并没有参与这方面的手术 不知道他们器官是怎么来的 这方面我没办法回答他 那你的同学有没有跟你说过 他们做的这些都是这种法轮功的 是不是 有些是法轮功 有些是家属捐献的 那现在就是说 我想找这种 给我这些孩子找这种法轮功的 你不认为他能帮我找到吗 那肯定能够找到 他在这个报告里面说 你们以前用的法轮功供体 是从监狱里面还是从看守所里面拿的 他里面说我的回答是从监狱里面拿的 但是当时我的回答并不是这样 我的回答是我们医院没有这种职质 我本人也没有这种职质 所以不可能拿任何器官 就是说你们以前用的就是说是 是从哪里找是看守所还是 还是到这个监狱呢 监狱里面找的 监狱里啊 他那种就是都是那种健康的法轮功是吧 健康的法轮功 对对对 肯定是学的好好的 调研的作文因为这种东西 还有第二个问题是 他说那你们都要到监狱里面自己去挑选吗 他当时说我的回答是对 肯定是说要去挑选的 这个问题当时根本没问到 没有那回事 那是都要 像你们都要到监狱去自己去挑选是吧 对对对 肯定挑选 那挑选如果他不让你抽选怎么办 他肯定会让 他怎么会让 有法解在那里面 你怕什么 这种东西都用不到你们担心 不是 他会 我知道 他知道会是给他这个区区关移植吗 他会知道吗 不知道 他不知道啊 就是那就不让他知道是吧 知道他就不让抽了是吧 对对对 那怎么说服着他说 他说你抽选干什么 那你怎么讲呢 这个他们会有办法 这个不是你当心的问题 我觉得他们的那个电视片很有意思 看到他们把这样一个回应放出来 如此愚蠢的回应 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 这是对指控的一个确认 如果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力否认他们自己网站上的信息 或者有录音在案的事实 那么很明显 我想我们是抓到其要害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被报道出来 许多政府和国际机构开始关注此事 2008年11月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第41届会议在日内瓦召开 委员会发表的总结性报告明确要求 中共说明镇压法轮功以来 中国大量增加的器官移植手术 及无法解释的巨大的器官供体的来源 并责成中共立刻就此展开调查 起诉和惩罚所有涉及人员 而这一切真相的结实 源起于发生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手术台上的一件小事 2006年4月13号 苏家屯事件的女证人 一位参与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眼角膜的医生的太太 在美国的国际记者俱乐部的新闻发布会上 以录音的形式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家伙有近日记的习惯 她的日记里有一篇日记是这样写的 当这个病人昏居之后 她用剪刀脚开这个病人的衣服的时候 从衣服的口袋里掉出来一包东西 她打开一开是个小盒子 里面有个圆满做法轮功的护身符 上面有个纸条 写着 祝妈妈生日快乐 祝妈妈生日快乐 我丈夫受了很深很深的刺激 这位在昏迷中 被摘取器官的法轮功学员永远也不会知道 发生在她弥留之际的这件小事 惊醒了这位医生做人的良知 从而揭开了一个惊天黑幕 但是 要彻底终结这个罪恶 需要更多人良知的惊醒 这个前所未有的罪恶 将许多无辜的生命置于生死之间 而面对这个罪恶 每一个人的选择 会将整个民族的良知置于生死之间